今天开始聊的这个话题呢 稍微欢快一点 因为这个题目比较大 大家都在谈 完了以后呢 大而化之的也谈不出什么东西来 对吧 说出自己的想法 给大家开个心就聊了 其实我的本意呢 并不是想做一些盖棺定论 或者像大仙一样的 解说一下中美未来的走向 只是从我自身看到的角度 提供一些建议 把自己的看法 明明白白的说出来 我们知道中美之间 它的问题其实并不是 现在才开始爆发 总体上来说 刚才有一个设定问题 挺麻烦的 总体上来说 中国采取的步骤 是起源于十几年前 那么大概在2004年左右 其实中共就有了自己的战略 我们看到了对外贸易的依赖度 在逐年的削减 不仅在贸易政策上 做了一些预判 并且在全球资源的抢夺中 试图抢占一些先级 我们知道前面的十几年 中共秉承一贯的意志 在非洲加大了投入 最近五年 在所谓的一带一路 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和陆地 通往欧洲的这两条路上 花费了大量的金钱 他们获得了一些海上基地 有一些是以商业贸易的形式 以商业合同的名义 租借了99年的土地 新建了港口和附属区 甚至有一些 不纯粹是经济上的用途 那么在陆地上呢 最终的目的到达欧洲 或者把货运向欧洲 这只是一个最好的期盼 其实呢 更多的还是沿途 倾销一些初级工业品 对中国而言 最远能够涉足到伊朗就足够了 因为中国一旦跟全世界进行对立 那么海上贸易就将被阻绝 能源的进口 只有从我们的西方 相对来说 如果仅仅把能源设定成俄罗斯 或者西亚的几个小国 几个斯坦 这是不安全 有了伊朗的加入 中国的人员进口 将变得相对稳定 所以我们看到 克拉地霞的这个提法 一晃而过 没有人真正拿它当回事 中国政府所有的举措 其实美国相当的清楚 无论是奥巴马时期提出来的 这种亚太经合 或者说 现在接任的川普 所提出的这些战略 美国已经 尝试重返亚洲 我去年谈过一个问题 台湾极有可能 在中美之间 变为一个非常致命的达马 美国下一步提出来的 应该不是具体的措施 而是一个习惯上的提法 它将唤醒中华民国 重新回到联合国 下面涉及到的问题呢 就是以中华民国的名义 还是以台湾的名义 就是所谓的反年与入年之争 这个问题我相信 中美开始摩擦的时候 就已经有人看到了 我写这个推文好像都半年多了 那么至于中美 今后能够走到哪一步 其实我们根本就无法预测 我们只能按照 现在对立的这两套班子 来大致的探究一下 中国当家的这个呢 比这个净溃力好不了多少 它自认为它有毅力 其实我们知道 它的幻觉可能更严重 美国呢 是一个破产过几次的组 它根本就无所谓失败 因为它曾经遇到过波折 所以它的耐力 比人们想象的要大 没有人相信 从它的语言中说出的 它自己是一个实在人 其实很简单 它做的每一步 都是它策划已久的 作为一个商人 尤其是第一次组阁的过程中 它运用了大批的 前财团的CEO 你明显的可以看出 美国现在这个执政团队 它完全是一个 具有大国思维 具有全方位 对世界范围内的经济 经济 军事走向 相当了解 相当有自信的 这么一个管理团队 它试图压扶中共 那么作为习近平这一方 你不管它最终跳出来的是谁 但是背后呢 总有这个二货 在策划 在指挥 它一直以为 中国具备了 向世界说不的 这个能力 它从看到的简报 看到的是 祖国形势一片大好 你现在除非把它赶下台 别人根本就不能撼动 它根深蒂固的这种思想 因为它就是这样长大的 它在成长的过程中 能不能扛麦子 我不知道 但是它这个人比较轴 现在我相信大家都能看得出来 它执行的方针 并不是人们 以为的 好像就这么几年 它自己一拍老的就想出来的 而是十几年来 中共内部的这个紧缩政策 到它这儿只是一个结果 很大一个程度上 它并不是完全按照它的思路来做 它是延续了前两代人 前两届领导留下来的这个步骤 它有特立独行的地方 但是总体意志 是贯彻了极其的这种决意 不要把它看成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它唯一出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它这个人的幻觉比较重 别人听到一些事 可能笑一笑 它是当真了 它一直觉得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是全中国13亿14亿人 赋予它的厚望 它有基层工作的经验 甚至据说还去过红楼 红的黄的都接触过 它不是一个纯粹的二傻 那么它这个人呢 你们好 那挺不错 谢谢 所以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个 中国的这个管理团队 不要轻易地把它看成 是习近平个人的想法 我一直在说 中美之间出现的问题 它目前展现的是贸易战 其实背后呢 是两个集团在对峙 冷战期间专门有一个说法 就是形容中共的叫什么呢 叫竹木 竹子的竹 铁木的木 这是一个专用名词 我们知道苏联解体了 前苏联解体了 谢谢 前苏联解体以后 中国并没有被摆到一个相应的高度 因为中国呢 在经济上始终不是很强大 很多中国人误以为 中国现在已经是第二经济体了 其实真的很假 我们曾经自取为制造业大股 但是这个称号 即便有曾经戴上股 也已经离开我们十年 我们现在可以算上一个什么呢 叫组装大股 从中兴事件开始 组装这个事 人家已经明明确确的告诉你 随时可以不让你做 甚至中国政府呢 还试图用网络的墙 来圈住国民 与外部世界不产生直接的接触 通过芯片控制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点 如果没有新的芯片进口 那么你所谓的这组墙 将很快的坍塌 24小时不间 这种网络风度 它最终需要的还是芯片 要高性能的芯片 来组成服务器 由一台一台的服务器 组成这个严密的网络分锁墙 最近呢 有些人看到了 苹果的变化 看到了谷歌的变化 有一些垂头丧气 甚至骂骂咧咧的 其实大可不必 无论是苹果也好 谷歌 它本质上都是一个企业 作为企业 它选择在出现利润的地方 加大投入 哪怕是用贵资 进入中国市场 它完全是为了捍卫股民的权 这是很正当的一个事件 中国的民主 中国的进步 中国想推翻专制 你是不能指望外国企业 为你做这个工作的 这是不现实 别说外国的企业 你连外国的政府都不能指望 前面我说过这个问题 美国的目的 并不是要摧毁你的专制 它无所谓 你的管理形态是什么 它只是非常希望 中国人开放市场 它最终的目的 是要形成一个 相当于美国中产阶级的 这么一个有购买力的人群 至于你是共产党执政 还是国民党执政 哪怕是新出现一个 所谓的民主党 对它来说是没有任何 和意义 它要的是市场 中共呢 现在将就将在这 一直宣传我们这个国家 现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未来 很短的时间内将超过美国 形成全球最大的市场 所以呢 它这个 一级一级的蒙骗 就导致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高层 它有些人是看不清的 别人我不知道 但习近平它绝对看不清 甚至他出现了失误 不一定有人敢跟他说 那么现在就导致一个问题了 任何一个经济上的决策 哪怕是中美之间的谈判 出现问题了以后 它都会宰出来 找一两个替罪羊 以前我就说过这个问题 中国的经济 出现问题 尤其是现在看到这个 PRP金融 崩盘了这个情况 就所谓的互联网经济 互联网金融 那么你出现了问题 习近平是可以不管 因为提倡这个东西的 不是他本人 他打掉一个李克强 周小川 反党集团 他就可以把自己 完美的拖出来 对他来说 反而是一个好事 他会换一个 更弱势的总理 现在呢 玩得有点大 就美国人跟他之间 好像是怼上了 那现在就出现一个问题了 他现在顿不掉 他又不敢降低掉门 因为他所有的权利 来源于他的执着 如果他出现急转难 这才有可能导致他 政权基础的坍塌 就他不在乎共产党 是不是能牵连执政 他只在乎他屁股底下 这张位置 能不能坐稳 那么中美之间呢 他始终有这样的差异 中国是一个极权政府 所有的官员 他的权力只有一个来源 就是组织部 权力是自上而下的 说白了 他是委任职 地方的官员 哪怕经常接触到民情 听到一些企业家 知识分子的呼声 但是为了保住自家的这种荣华 他也只能依托上级的意志 短时间内 地方割据的情况 不太容易发生 虽然这个变化呢 已经有了 但是这个过程 还会很漫长 必须要出现一个爆燃点 地方政府 到了一定的地步 才会有人站出来 把中央做出的政策 视同为乱民 刚开始可能会不予离产 装病 抗拒 今后这些现象 我们应该都能看到 那么 美国呢 他是很执着的 在完成着自己的预想 我们看到中美这次的对峙 美国这支团队 他是相当悠闲的 一张一驰的政策 让人们看到 类似于一个喜剧的操纵者 而中国的应对呢 相对就很笨拙 我们不得不承认一点 从目前的情况上来看 中美之间的这个对峙 他还会持续下去 不是说非要分出一个胜负 而是 你好你好 而是他没路可走了 美国的管理团队 可以随时的收回拳头 积蓄力量 等待下一次爆发 他的这个间隙 可能也就一周 你可以把它称为叫 礼拜公事 这是李其威 说这个 共军在韩战过程中 采用的这种战略 那么中国这边呢 可以出的牌 几乎已经没有了 所有的资产 能够活动的资金 都已经投放到其他方向了 中共很长一段时间内 还在试图把非洲的资源 运回来 他没有想到过 美国会彻底撕开脸 他们曾经很自信 他们觉得中国这么大的市场 能够对西方产生一些诱惑 他们极有可能 在对方的逐步降低调文 缓解或者化解掉 美国的攻势以后 中国还能继续享用 他们前期获得的一些 棋子带来的收益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 这可能性几乎没有 美国从来就没想过退缩 他想到的是权胜 这个问题很大 跟中共原先的预判完全不一致 所以他这个问题呢 出现的相当厉害 我们看到的目前这一场对峙 已经很明白的说清楚了 中共手上不仅没有底盘 而且现在已经没有底气 从基层的民众 一直到中层的官员 甚至有一些媒体 都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海外呢 我们看到了一些介绍 有一些媒体做出了预判 但是更重要的信息 是由内地的平台发出的 现在中共在快速的引爆 已经暴露出来的隐患 他们非常希望 在对峙的过程中 内部不要产生内乱 无论是经济上的 还是政治上的 这种努力 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 但是成果并不大 所以我们从总体上来看 这一次中国几乎没有选择 如果选择低头 本届政府必然要下台 无论他们选择什么样的方式 他们要整体 为这次对峙的失败负责 尤其是习近平 中美两国经过这一次对峙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 这是一个结束的开始 无论中国是不是选择退一步 换掉一届政府 还是继续硬撑下去 回到票证经济 关闭国门 关闭会市 从去年开始的 这场变革 它必将影响着中美两国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我们应该记住 这次变革是从2017年的下半年开始 现在我们看到的贸易战 以及未来有可能 中美两国形成的一些结果 这都是过程 这次的对峙 它实实在在地摧毁了 中共的统治根基 中共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 把自己的意识形态 向外输出 利用金钱上的这种诱惑力 向全世界开道 没有了 有了这一次的中美对峙 所有的一切 都已经把背后的这种真相 展示出来了 中共过去几十年 获得的这种形象 它只是肥大 从来就没有强大过 一个建立在杀气场的国家 一个靠蒙骗了全国人民 获得政权的这么一届政府 七十年对他们来说 该结束的 他们现在把全国各个阶层 都已经搞成对立了 现在除了他们自己的叫嚣 可以说不太有人信他们 说政府好的人 除了没见过社会 不知道整个社会情况的学生 就是一些已经获得了利益的这些阶层 甚至已经退休了 任何一个社会 它的中间都是三十到五十岁的中年人 因为他们既要考虑到自己的未来 也要考虑到子女的未来 他们是非常负责任的一代 所以我看到了很多人 提出来好像 中国会发生变化 但是不知道 从什么时候开始 其实我说了无数遍 它已经开始 这次的变化 它和以往不一样 它不是由于中共的某一个政策而导致的 而是由于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而导致的 它是不可立的 从已知的情况上来看 我们非常感谢 能够有这么一次机会 让我们彻底的摆脱掉 这么一个政权 在这一点上 我是相当乐观的 未来在中国继续留在中国 走不掉的 无论是个人 还是中小企业 都会面临到一些非常痛苦的抉择 因为中国的变化呢 它不会是一种脆断 中国不具备这个基础 所以我相信 在中美之间 继续恶化的这种情形之下 中共会才 好了 再见 祝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